刘黄花 作者安芳之子 翻译彭义 宝温泉的温泉对身体特别好 像什么腰疼的人了 腿疼的人了 以及没有什么毛病 只不过是容易累的人了 来洗温泉的特别多 也有人从大老远的地方摇摇晃晃的坐巴士赶来 而住在大山里的人们则说来就来了 其中最熟悉的要算是开茶馆的老爷爷了 一到黄昏 啪哒啪哒 茶馆的老爷爷就穿着草剂来了 他慢悠悠地泡温泉 唱着跳极梯舞时唱的温泉之花 等脸变得容光焕发了才回家去 可是 这位老爷爷突然就不来了 好像是生病了 说是茶馆的老爷爷每天在病床上 还在喊 真想去洗保温泉的温泉啊 真想去洗保温泉的温泉啊 小夜 把硫黄花给茶馆的老爷爷送去 有一天 奶奶对小夜说 至少可以把保温泉的硫黄花 放到茶馆的浴盆里 对付着泡一泡 奶奶把硫黄花装到瓶子里 交给了小夜 隔一天替奶奶送一次 奶奶说 隔一天 小夜就抱着硫黄花去一次茶馆 过了山里的吊桥 再往山脚的方向走30分钟 就是茶馆了 半道上 有一条长着芒草 山白竹的小道 还有细细的小溪 秋天的太阳明晃晃的 蜻蜓嗖嗖的飞来飞去 小夜想去追蜻蜓 可要是一追起来 天就黑了 小夜想去摘玉球花 可是 要一摘起来 老爷爷洗澡就要晚了 赶快赶快 小夜在山道上快步走着 当他一走上宽阔的柏油大道时 秋天那炽热的阳光一下子当头照了下来 柏油大道通巴士和汽车 老爷爷的茶馆就在巴士的始发站那里 那是一座旧茶馆 飘着一面写着 明产 米粉团 草味年糕的红旗帜 也许是老爷爷卧床不起的缘故吧 最近这段日子 茶馆鸦雀无声 有人吗 小夜冲着昏暗的店里头大声的招呼道 突然 自己的声音听上去 像奇怪的鸟的声音一样 鸟的声音像吸引黑暗的洞穴似的 它不安起来 有人吗 刘花花哪来了 来了来了 传来了大应声 茶馆的老奶奶从店里头出来了 她比小夜的奶奶年龄还要大得多 腰都弯了 老爷爷怎么样了 小夜像往常一样问 于是 茶馆的老奶奶像往常一样回答道 还好还好 慢慢的好起来了 可是 总也见不到老爷爷的身影 咔咔咔咔 只能听到她的干咳声 老奶奶恭恭敬敬地接过小夜拿来的硫磺花 说 往家里的浴盆里放硫磺花 是老爷爷唯一的乐趣了 可惜的是 家里的浴盆实在是太小了 她每天都说 至少是想把它放到扁摆浴盆里泡一泡啊 扁摆浴盆 小夜在心里重复了一句 在温泉长大的小夜 对一般人家的浴盆一无所知 扁摆浴盆是什么样的呢 她正想着 老奶奶接着说 扁摆浴盆有一股树的香味 可是个好东西呀 真想让老爷爷在扁摆浴盆里好好泡一泡 可是连这也实现不了呀 老奶奶要哭出来了 小夜也难过地低下了头 小夜隔一天去一次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把硫磺花交给茶口的老奶奶 三言两语就回家了 不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在回家的路上 小夜开始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 是巨树的声音 还有锤子的声音 是谁家在盖房子吧 小夜想 可是 让她觉得奇怪的是 这声音干巴巴的 连一点回声也没有 在山道上 只要V的喊一声 就会有V的一声返回来 可锤子的声音 仿佛被天空吸走了似的 就那么消失了 当当当 是天狗在盖房子吧 小夜想 传说一到秋天 天狗就会在山里盖房子 天狗盖房子的声音可真大哟 吵死了 狐狸兔子都睡不着觉了 山里的动物都睡不着觉了 小夜的奶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啊 一定是这么一回事 天狗正在山里盖房子呢 小夜想 锤子的声音连续响了十天左右 盖了一座好大的房子呢 小夜想 然后就到了深秋 当山里的树叶染上了淡淡的红色或黄色时 锤子的声音突然就听不见了 秋天的山里变得好近好近 只有小夜的脚步声在四周啪哒啪哒的回响 天狗的房子一定已经盖好了 小夜想 于是 他快乐起来 天狗的房子是怎样的房子呢 突然 小夜就忍不住想要去看天狗的房子了 好 只看一眼 小夜离开了山道 大致估摸了一个方向 就朝着曾经发出锤子声音的地方走去 小夜一边跳过或是用手扒开草外 一边迅速地前进着 想不到眼前突然一亮变得开阔起来 这是在一个高高的小土丘上 土丘上耸立着一座漂亮的房子 一座结结实实的黑瓦房 这不会是扁摆的房子吧 小夜想 因为有一股树的香味 小夜又想 扁摆的房子就应该有扁摆的浴盆吧 于是 他就更忍不住想到房子里头看一看了 虽然怕硫磺花送晚了 可小夜还是嘟囔了一声 只看一眼 就嘎吱嘎吱地推开了门 然后他叫道 打扰了 可是水也没有出来 宽敞的门口没有一点声音 有人吗 天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天狗不在家 那天狗的老婆也应该在家啊 可是 不管怎么叫 也没有人出来 有人吗 我进来一下行吗 小夜说 小夜不是不知道 别人的家不能随便进 可他心里实在是太痒痒了 他想看 想知道 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进来了呀 说完 小夜就脱了鞋 他把脱下来的鞋在门边放整齐 然后 就轻轻地拉开了走廊尽头的一扇拉门 拉门里面 是一间宽敞的铺着席子的房间 一个人也没有的房间 壁刊里却插着红色的胡枝子花 花水淋淋的 就好像是刚刚才插上去似的 这个房间好像还有一个带拉门的房间 拉门的图案也是胡枝子 拉开那扇胡枝子图案的拉门 又是一间宽敞的铺着席子的房间 壁刊里还是插着胡枝子花 而且拉门的图案还是胡枝子 房间好像还没有到尽头 小叶一点点地向前走去 不管是哪一个房间都没有人 可是都插着水淋淋的胡枝子花 然后 不知道是进到了第几间房间的时候 小叶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 是水的声音 接着 是人的动静 哗啦哗啦 好像是有谁在洗澡 突然 一股树的香味飘了过来 啊 这就是扁摆的浴盆 也许是天狗正在洗澡 小叶想 于是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走廊 不出所料 走廊的尽头果然有一间浴室 热气腾腾的蒸汽冒了出来 就在这时 小叶听到了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歌声 宝温泉的硫磺花 比百合花还要白 天呐 这不是茶馆老爷爷唱的硫磺花吗 小叶吃惊地呆立在那里 然后 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 就涌了上来 是老爷爷来了呀 来到天狗的家里了呀 老爷爷说过 想坐在扁摆浴盆里泡一泡的呀 在这么一座大房子里的新浴盆里洗澡 心情该是多么好啊 开了开了呀 硫磺花 开遍保温泉 老爷爷大声地唱着 这时 小叶才发现 自己的右手正紧紧地握着硫磺花 小叶沿着长长的走廊 啪哒啪哒地跑过去 嘎的一声推开了浴室的门 大声地说 老爷爷 硫磺花哪来了呀 宽敞的更衣室里 老爷爷的浴衣脱在了那里 老爷爷 是保温泉的小叶呀 硫磺花哪来了呀 哎 传来了精神抖走的声音 浴室的门开着一条细缝 从弥漫的热气里传出来的 确实是老爷爷自己填的歌 把硫磺花放进扁摆的浴盆 开了开了呀 白色的花 老爷爷非常高兴 小叶把手伸进浴室 轻轻地放下 硫磺花花的瓶子 虽然想进去看一眼 扁摆的浴盆 可又觉得对老爷爷 太不礼貌了 那么再见了 听小叶这么一说 老爷爷又用精神抖走的声音说 谢谢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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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出了天口的家门 回保温泉 可耳朵一直听得见 那颗声音 就好像搁得 鱼音似的拖着一个尾巴 哪怕是拐过好几条山道了 还听得见 谢谢了哟 茶馆的老爷爷 彻底恢复了健康呢 小叶想 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照这样下去 很快就能来我们家洗温泉了 这样想着想着 过了吊桥 回到了保温泉 奶奶 今天我呀 小叶正要说天狗家里的事 可小叶的奶奶 已经抢先一步 从里面冲了出来 差一点摔倒 小叶 刚接到电话 茶馆的老爷爷 小叶死了 小叶呆立在那里 看着奶奶的脸 然后轻声地说 什么时候 今天一大早 奶奶小声说 这怎么可能呢 小叶想 我刚刚见过茶馆的老爷爷 在天狗家那漂亮的浴室里 唱着硫磺花的 不是茶馆的老爷爷 又是谁呢 拖在更衣间框里的 那件景字图案的浴衣 不是老爷爷的 又是谁的呢 这位老爷爷 怎么会今天一大早死了呢 突然 小叶觉得一阵口渴 就跑到厨房里喝了一口水 然后一下子摊坐到了地板上 把刚才看到的 听到的 一股脑全都说了出来 奶奶也目瞪口呆了 好半天才说 小叶 那一定是老爷爷的灵魂了 是善良的天狗为老爷爷盖了一座扁摆的房子啊 还造了扁摆的浴室啊 然后唤起了老爷爷的灵魂 就这样 老爷爷的灵魂去了 洗了最后一次澡 第二天 小叶和奶奶一起去了茶馆 是老爷爷的葬礼 茶馆系着黑色与白色的维漫 再点着蜡烛的祭坛前面 小叶长时间的合掌 可是 他在心里还是不相信老爷爷已经死了 在回家的路上 小叶对奶奶说 我就在这一带 听到了锤子的声音 还听到了锯子的声音 昨天那声音停止了 过去一看 盖了一座大房子 去看看吧 奶奶紧紧地握着小叶的手 朝小叶手指的方向拐了过去 费力地扒开密密麻麻的 山白竹 跳过草腕 拐过好几条嬉嬉的山道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高高的地方 可是 那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盛开的胡枝子花 在风中摇曳